我是旅行摄影师唐森 您正在收看的是我的Vlog连续剧 讲述我自驾各地拍摄绝美丰富的故事 这次我弄了辆房车 从海口出发 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 有听到吗 这里后面就是海边 我们的故事就从海口的当地摄影师岛哥 带我去他早年发掘的几个机位开始 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海口附近 然后我们当地的双翻岛岛哥 带我到了这边来长报 确实这是一个 这算是个什么湿地还是湖啊 其实它是内湖湾吧 一个港湾吧 是一个港湾 但我们喜欢叫它湿地吧 它算是一个淡水湖 半潜水 也是半潜水 基本上是海水 对 它跟海是相连的嘛 还有生蚝 这个是生蚝 这个是他们在这剥壳是吧 对 剥壳 你看 那个肉捞出来 尸体 就是人类所到之处 就尸横遍野 我看 就要是生蚝看到这场景 肯定要昏过去 这简直是 是一个生蚝的一个 一个养殖基地 养殖基地 那这个是算什么 就都都是养在这个 这个水里 没有 在里面 在里面 然后在里面 然后在这里解剖 然后 它这种都是延生态的 它没有说喂死啊 所以它这个是延生什么 实行遍野 相当惨烈 我们来看看这个站桥 这个站桥看上去还是蛮酷的 还有一艘船 压叉 然后我用 我用我的这个 viewfinder来看一下 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景点 这个是一个六成六 我们用八十毫米的镜头 感觉好像 画面有点局促 是如果是没有这艘船的话 我觉得是会 还不错的一个 长报的一个场景 如果有这艘船的话呢 它其实构图上 比较 就比较困了 所以呢 我还是尝试用 数码的吧 因为我的这个哈苏的镜头 没有那么多 然后用一个三比二的一个构图 就是六比四 然后横向构图 我觉得这样的构图 可能还是 有点意思的构图一个 长曝光 然后我现在去拿设备看看 是不是能够做一次拍摄 我现在加上了一个偏镇镜啊 偏镇镜我们可以转动 偏镇镜看一下效果 如果是我转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 它的海面就是有相当大的反光 那这样的话 我的主栈道就是变的颜色 比较偏深一些 海面偏浅一些 然后远处的一个云子 然后呢 我如果是转到另一个角度的话 那么可以看到海水就变得非常的深 而前面的栈道就会变得非常的浅 然后各方面的层次就会比较突出 然后是浅的深的浅的 然后再加压一层里面 这样的话层次就会非常好 所以我可能目前现场 更倾向于是说 用这么一个偏镇镜的组合 然后待会儿还会再尝试一下 这样的以上 就后来比较一下 两个画面的一个不同 我们现在是基础曝光 十六十分之一秒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会加上一个十三档的两块的 一个健康镜头 就是一个两分十六秒的长毛包 我非常的适合 这次事儿有点多呀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一张2分16秒的长道光 我们只能掐表 我们用这个手机APP来控制 准备 Sony 开始了2分16秒的长曝光 两张的长曝光用了不同的偏证效果 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看看 你更喜欢 打一种片子手 你喜欢哪一个 把你喜欢的打在弹部上 对我来讲都有点 就稍微有点多 有三排啊 然后我可能会用一个中长交 然后就取这一块吧 一个方形的 就取一块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看看其他的方向 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 似乎没有刚才那块 好像还是那一排的比较 看上去比较简洁 就取一块吧 来 试一诈 我们今天真是荣幸 我们的双帆岛岛哥 待会儿在海南找了好多他私藏的机会 特别特别棒 岛哥对海南岛土生土长的海南岛人 是吧 可以这么说 算是 然后对海南不管是海口还是文昌 还是反正全岛吧 都熟的不行 如果有朋友们来到海南岛来 要找岛哥指导的随时都可以 我把岛哥的公众号或者联系方式 留在我的视频的下面 详情里面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哦 这也是帅啊 这边是日落的方向嘛 就是要拍日落的话 光路有点正 日落的 今天水可以正好 水的位置高低 刚刚好 来看一下 卧槽 这个视频里面看上去 真的先进一点 这边水是很安静的 水的水 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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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被埋在巨型货车堆里 我的小车就停这了 埋在你看后面 全是这种大车 做气度从海口前往大陆 驻车中国大陆最南端 边走边拍 却一路遭遇五连鹰的鬼天气 看不清 看不清